主位法師 各位居士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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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往上走 我們接著昨天所談 昨天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想要表達的意思 就是說 淨土的存在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存在一樣 因為唯有你把淨土看成一個真實 你的心才能產生向往 那我們好像也都認為真實 但我是提供大家去反省 如果你真的認為你對淨土的信受是這般真實 就像說你要住一個黃金鋪地的呢 還是要住一個石頭鋪地的地方 黃金鋪地 這是一種自然抉擇 那你如果真的信得下去 你的心應該產生改變 怎麼改變 對世間的一切你都會很隨緣應對 我最近不是舉那個例子 我金門當兵 當初的金門當兵我們是不能打電話的 我們就靠寫信不能打電話 就像關在那裡一樣 所以等到我們要退伍前幾個月 你知道那是無比歡喜 只要想到退伍都還沒退伍喔 而且信量都很大 如果有人要跟我借東西 我都說不用還 為什麼 我不可能把自己東西帶回去嘛 如果有長官罵我 我都心裡都說 很客氣的對應他 不苦惱 因為只要想到要退伍了 就好舒服 那長官罵我我心裡講 你在罵也沒多久了 因為我把退伍當真的 因為我知道那是垂手可得 時間到了就離開這種監獄 軍中即使不是監獄 可是他就把你弄得你不自由嘛 退伍都讓我起那麼大的信量 如果你真的信受淨土 照理講你的信量都改變 所以我才要問你 所以要給你們就是 我們這一段的不斷的修學 不要一直忽略了 或是不斷的應該要讓衛生善生 為什麼還沒信的要讓信增長 乙性要增長 衛生性要另信 所以這樣的修行才叫實修 你這份認知心決定好了 你的念火就快了 你這份認知心不決定 你這條修行再勉強壓內心背後的疑惑 始終把你打佛七打了幾百遍的根 善根照樣一口氣把你打掉 因為你可以在沙灘裡面蓋了很多的沙堡 那就是不堪海浪一衝就千美 你怎麼用功 無法改變你對世間的執著 你無法改變你對淨土的疑惑 這就是為什麼武善根信敬念定會要有信根 為什麼要自心信樂 本來淨土法門就很單純就是信樂 但自心 我們現在無法自心找出原因 淨土就像 因為阿羅漢渡涅槃 不是空洞 死了沒了 活成活也不是空洞 所以很多人 修空觀的人修到最後 我常講啊 空的很方便 為什麼 因為他有的很自在 你聽懂我的話嗎 一切都不可得 為什麼他講的那麼大方便 那麼大方 因為他現在可愛的都還守著 他講這個一切都不可得的時候 他根本是一切可得 不然為什麼有人到臨終會惶恐 為什麼稍微有點刺激 稍微有一個逆境 他的信心就動搖 很簡單 你的血火炸不了根 你的信根不具足 所以信根是智慧 那我們現在講說 其實一切緣起 我們昨天有談到 這樣的道場 從很荒諱的感覺 到現在 我們可以在這裡 或是以前 這個也不小心會掉蛇上下來的 有時候都掉到那個沁裡頭 公喵不是這粒子 是蛇 我們連旁邊那個牌位 你怎麼想都不知道他蛇怎麼進去 我們就懷疑這個蛇是從那裡化身出來 還是怎麼進去 想不痛的 他就能進去 就是想不痛 到現在你們可以坐在這裡 人心 我們講的唯心淨土 千萬不要把它抽象化 因為主動力是在那份信念 這個世間 由大家 我們深重 將大家形成的 是不是也是我們的信念 所有的國土也絕對如此 只是我們污染 我們這個世間五濁二世 但隨著我們的心夜的夜清淨 這個道場會改變 當成活的時候 究竟清淨的時候 這一個更是更殊勝 所以修行解脫人 不是完全空洞沒了 那這樣太可怕了 修學活法的意義完全不見了 成活的進未來季廣度眾生 如果活成活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活打忘語 如果你性的過活 他一定度化眾生 度化眾生一定應對眾生的一切分別因緣 所以活會有什麼 還聖同居圖 方便有餘圖 會有自暴身圖 還有極光淨圖 依各種不同的因緣 顯現不同的圖 所以今天我們修學活法 是不是一定要往生淨圖 其實你想不往生也去啦 為什麼 聖則出國二國他們是不是五近居天 對不對 涅槃的 他也有他自己存在 否則他本來沒有 即便他存在的世間也是眾緣合合 隨他功德眼線不同的差別 但隨他的功德親近相 他的量不同 他的境界不同 身文他沒有利他 他有一個很好自己安住的世間身心 就是唯士說的 由於八世轉世層次或是每轉世層次的環乎 自有他現出來相對的更生七世間 但菩薩跟佛他現出了一個很殊勝的環境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有利他的心 所以他才會有接引 就像說我們這裡可以用成一個大家很進修的一個環境 但我們必須要考慮假如有居士來怎麼辦 如果我們純粹只是自修就不用考慮那麼多 但如果要考慮接引眾生的善巧的時候 就不得不考慮在什麼情況下 大家能安穩受用佛法 是不是這樣 淨土就這樣產生 那淨土的產生有什麼作用呢 我昨天也特別提到 不要講大話 你實際上就一個直接面對死亡的這種心情 你的心能安住在哪裡 我不是講說有人關心無常 試念處修到最後 到緊急的時候 一談到跟他講無常他是很恐怖的 我並不是說所有修試念處的 因為那修的不紮實 但總是這樣不紮實的還是人存在 有的人修試念處修到最後 他不在生命臨終的時候 尋求另外一個生命的肯定 因為他知道 因為有無名故有生老實 所以他知道生死不是他掛愛 他信得過 他不會說我修試念處修佛人 修到最後死了要去哪裡 那你還怕這個幹嘛 那你如果怕直接面對 退而求其事 退而求其事 尋求一條管道 能讓你怎麼樣 依你現前還有掛愛心 且又想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給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家裡好好用功 你也可以到道場用功 你可以到佛學院讀書 方法很多 哪個對 印基的對 順應你的因緣的對 所以這部經到最後是怎麼樣 很有意思 我們現在就開始分別跳著講 但精神傳達就好了 釋利佛如我今則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 比諸佛等益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 而作誓言 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稀有之事 能以鎖婆郭土無酌惡事 絕酌見酌煩惱酌眾生酌命酌中 得阿妞多羅三秒三菩提 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很多人讚嘆阿彌陀佛 但也有很多人讚嘆釋迦牟尼佛 那 無量壽經 不是說要往生嗎 可是同時講說婆修行 一天勝過多少 那到底要去不去啦 那那個經老是講兩頭 不是 因為我們就好幾頭 我們人很多種 你如果能直下承擔 那因為菩薩有兩類 有一類是歡喜 求得諸佛功德 所以藏隨活學 有一類菩薩悲心 深重 所以哪裡沒佛哪裡去 那你看你哪一種 那我們就挑 以實際修行的經驗 看看你屬於哪一種 有的人 我現在經常聽到 才沒幾天前發心信誓旦旦 眾生無邊試驗度 那該隔幾天就倒了 在修行這條路裡面 很多是泡沫的願 不實在的願 充滿欺狂的願 一天一天過 所以我很不希望 我希望大家 反而是有緣啊 我希望大家 整個血火不要入寶山空手而回 千萬在這麼一個覺悟的活教裡面 不要走向虛妄 在這個覺悟的活門裡面 不要自欺欺人 我理念你煩惱 我也不要你虚偽 對不對 是這樣 好 我在我的現實修行當中 我認為我適合該怎麼修 我能不能直下承擔 可以 就像 這個大根器的五世劇組的 就是聽聖聲波的 不行的 聽解身秘經啊 因為五世不劇組啊 那我們現在是六世七世 我們一百世不劇組 就解身秘經也聽不懂了 現在不知道幾世每世劇組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缺了 骨質疏鬆的啊 都不行了 暫時要快崩掉的那種 只好退而求其次 但我雖然不堪 但我這一份心在 我記得我以前有講那個小菩薩的例子 我現在不講了 時間很趕 我寧願是一個 我連出門都會跌倒的小菩薩 但我有一個堅持不退的決心 這就是菩薩在現實修行的風格 他知道他不行 但他從不退那個心 所以我不能直下承擔我知道 但我也就算不能直下承擔 我不會放棄 所以我選擇一條 我可以直下在世間裡面修菩薩道 但你如果發這個心就不要再欺狂 不要才發完就跟人家計較 發完以後開始後悔 你好好發好那個心 就是一往直前不退縮 不後悔 這是大根性的菩薩 那如果你發覺不行 不要退縮 選擇你行的路 哪一條路 我是一個還需要活牵手 我是諾諾做眾生 我就是缺諾 我承認 那個十度皮菩薩論 我們不會在那裡講嗎 問說有沒有異形道馬上被罵 沒有菩薩自幹 完了要說有 缺諾眾生 但這樣的缺諾眾生 所有念佛的都缺諾 未必 因為在大字論很多地方 很多菩薩 就是要藏水活血 精進勇猛 所以這個法門能含涉所有眾生 三根總輩 對不對 好 那我為什麼要往生 第一個就是 我知道我的根性不堪 但我又知道菩薩道難得 所以我要哪裡有佛哪裡去 我這麼一個懦諾眾生 我深信依佛阿羅漢 各個聖者的境界 必然有他的世間 那菩薩活成就的更是一定是 利益眾生的世間 就像極樂世界 所以世尊他說出 人家讚嘆我 你可以在五濁二世 成就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你也可以往生極樂 因為他無眾苦 那你要哪樣 你看你自己 你看你自己 那我呢 我知道我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火氣很大 我就知道我很不堪 我們老實一點 從你平常的起心動念 當你的忍耐度 你的煩惱 你的智慧 在這種折衷當中 你能堪忍到什麼程度 我說我還是講一個 現在因為講話比較昂青 為什麼 我們病過一次 但為什麼他對我幫助很大 因為他現實 因為我們過去說 面對老病時不要輕慢 這是給你機會的 你自己講的 結果他就給你這個機會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人 在起煩惱 我就講 能不能不要再談你的煩惱 因為你這個煩惱不上等級 也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生意都是大生意 你這個小生意 不能拿到我們的檯面上 我們地上 你如果跟我談五塊十塊 你看我隨便桌上 裡面都一大堆 對我們都連 我們怕蹲下去 閃到腰 所以那五塊 我們都不撿了 那你跟我一直在談五塊 我就會說 那把錢給你 我們不要再做生意 你不要再吵我就好了 為什麼 你那種苦惱不上等級 不上檯面 我們太親膚了 你以為你念個幾生火 就可以往生 老實講 不是火不介意你 是你不想去 為什麼 你太掛愛了 你太掛愛了 你為什麼掛愛 不是外面掛愛你 是你掛愛他 我們看不到生死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再修行過 在活門當中 越走越不實在 越走越不實在 即便易行道的這樣的念我法門 我們都把它弄得太離譜 何況難行道 是不是 它夠簡單了 只要你心樂 那我們現在不是心樂嘛 對不對 請問你昨天 就四次阿彌陀佛 這個小孩子也會 念到八十都還不能一心不亂 你有沒有考慮一下問題在哪裡 你念了那麼多年了都還沒一心不亂 你認為臨終你會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前提嘛 那你試看看 如果一日 如果二日 如果三日 如果七日 重點不是幾日 有的人在計較幾日 我不是 重點在一心不亂 你一天 你當下一心不亂就可以了 我說我當下一心不亂那是假的 那是 裝呆 我開玩笑啦 我們的一心不亂是怎麼樣 怕死 我們怕死一心不亂 這就是一心不亂 你知道走到哪裡都怕死 這就是一心不亂 女眾愛美一心不亂 走到哪裡都愛美 就像我們老菩薩 到道場 到來切倒一下 我說 你都九十了 你還要幹嘛 你給誰看啊 他說這個禮貌 當然他講的是禮貌 哎呀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禮貌禮 這你看 人啊到老 愛美一心不亂 對不對 我們對見熟的瓜 他一心不亂 乱 你对念我呢 乱 它有一个前提 但你做不到 所以大家不要再做那种不实在的 悟悟实实的看乱在何处 前提 你信得下嘛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在讲 我现在就在讲信 信完了才热 热了以后自信 自信就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必定往生 这是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 当我临终的时候 我发觉 我要予以雄长兼得 可不可以 我直下承担 我担不来 那佛本来三宝就是让我归一 又救我 拖难的 救护我的 现在佛说 你死不用担心 其实生命不断的 过程 流转过程当中 你不但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说 我想要得个安慰 有的人就说 我如果 享受一下 那我就不能修行 我修行就不能享受 现在 欲教于乐 又有享受 又有佛法 就像我们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以前打过去哪有咖啡 我们现在咖啡都随便你闻到 你看 欲教于乐 以前念我死心塌地 我知道那个 慧眼大师的那个 脸色 大概没有放咖啡 他们死心塌地一百多位 很多人就一心不乱 我们现在没办法 一心不乱加甲子 你知道为什么 咖啡加甲子 咖啡提神 甲子帮忙捏醒 不然容易打瞌睡 开玩笑啦 我看你们都很用功 但我们现在也讲说 我对我的 未来 在我临终里面 我不惶恐 因为我心有所依止 而且我也知道 我将从此走向菩萨道 那份欢喜踊跃之心 是在修净土人会有 但要真的 他不但不怕 他会有一种 好 我们有一种 慷慨富裕 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的 我们慷慨侵入别处 人家你看 当初为了一个大义 大人大义 慷慨富裕 虽千万人无王仪 对不对 我们不用那么悲壮 像这个东西 只怕你不想去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你不能信 所以如果能深信净土的 你要知道 有的人 我这样讲说 有的人不知这个道理 不知道佛法在一切法当中 如果在一切善巧的安利当中 灵能众生生出归佛 归法 归生 在净土是不是有这样的善巧 一切处都让你归佛 归法 归生 旁边的一些 可不可以 很多地方都让你体会 我们到时候会讲 一个环境里面 时时都在帮助你 旁边的善事事都是用功修行 就像你来到这里 有句是今天就讲说 自己在用功来到这里 自然的妄想就不见了 很恭喜你 我妄想都还有 竟然你的妄想不见了 这个其实是什么 我们再怎么勉强 怎么维持 也帮助你的 其实我们私底下 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 有两个要去打残妻 两个研究生 他们一定要打残妻 他们本来坐一两天 腿很痛就想走 结果他的同学刚好坐他对面 他一睁开眼睛 想要跟他打个招呼 我们一起退出来好不好 结果他一睁开 对方做得很好 到最后他熬七天 熬到四五天的时候 味道出来很欢喜 结果一结束 他就问那个同学说 同学你好伟大 我好庆佩你 我第一天就想走 他说 我也一样 他说 那你怎么没走 我睁开看你做得好好的 只有两个睁开的时间不同 所以就这样熬过来 我们大家都苦恼 但我们就在一个规矩 一定的道心里面 我们竟然互相成就了 这就是净土吧 净土的意义 下凭下生的众生 是不是完全断烦恼 潜在的种子都还有 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不容易起烦恼 大家互相以惭愧心互相供养 以佛法的清净慈悲善心互相供养 所以彼此增上 现实世间都有 为什么净土就不容许 是不是就这样 好 所以 这就在一个现实当中 我内心不安 我给我一个方向 佛法 佛法无边 他随运众生 安利了 世尊说 我在五卓二世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不一 他也跟我讲说 我见势力故说此言 若有众生 文士说者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叫极乐 因为无众 某一类众生 当有子 得以安利 因为那里 以你这样的因缘 你可以随顺 就是说 你可以在 你家 你家当然不是 也是 我讲了就方便把你家当五卓二世 好 那你们来到这里 没那么卓 虽然也卓 还有文字 但总是比较好 就在这样相对当中 是不是也增长你的道理 我们可以再努力 让大家 这个功夫就是 假如我现在 我常开玩笑 你知道吗 我真的哪天 我去动个手术 在我的脊椎里面 缝个那个霓虹灯 那里面装个电池 在我的口袋 我走过的时候 一按他就 你们看到我放光 我没放光我只是霓虹灯 我经常要换电池就是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看到我放光以后 你们就 本来不信的都信了 念佛不专心的都专心了 你们想会不会这样 何况我要是真放光呢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现实 其实放光只是霓虹灯 对你来讲说 事物功夫的功夫很好放光 你看 我用个电池就能让你霓虹灯 不是电池让你霓虹灯 是你执着我 你心起信心 然后你就帮助你安定 这是七狂事件 这是七狂事件 那如果是真实呢 是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断 我才一直鼓励说 每个人都是人家的道品 增上的因缘 不要因为你的烦恼 让别人 修行 增加阻力 应该是看到你深藏归心 看到你更加精进 所以为什么要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就是佛当初在里面 我们现在都是预告 我直接讲说 你们因为这样要往生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个理由 我们是因为这样来 所以有人说不往生 很奇怪 清净人自然安居俊土 想成就道业人 哪里有善知识 哪里有好道常 我当然清净 哪里有佛说法 我当然清净 哪有狂妄到说我不去 除非你悲心 我刚才讲的那个菩萨发心 哪里没佛我哪里去 这种可以 哪有傲慢说我不去 你不了解什么叫净土 你不了解佛的善桥 净土里面的帮助 你一下子又希望清净善知识 却又有佛说法的地方 却不去 因为你怀疑 只因你怀疑 所以你不了解净土 你了解的话 我今天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们也有的人讲说 我们临终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我们能欢喜 包括你们现在念火我一直强调 不要求一心不乱 很奇怪 我的讲法大概现在只有我在这样讲 贪求一心不乱 反而不能一心不乱 应该是自心归命才一心不乱 不要一直压着 你用一种欢喜喜悦心 时时期待 因阿弥陀经所告诉我的这一份难途 我未来将归属此处 我未来将归属此处 那一份无比的憧憬向往 时时期待 这叫念火 所以从念觉知 折法觉知 经济觉知 就会得喜觉知 他的路本来是这样走 他的 定觉知后头 舍觉知晒后头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贪求 所以念火不要念得这样 干苦坐滑 逼得自己一定要定 如果你要这样定 你明天早上拿个棒球棍给我 我马上让你定 马上就一心不乱 当然不乱 不过连火号都没了 你应该是透过不断的抉择 同你慈明念火当中看到你的散乱 然后对峙你的散乱 回来再专心走 走的过程就有点止观一直在运作 直举舌 直举舌 那种禅定的修行 本来念火也应该要符合这个原理 但我们现在都 有 问题观念上错误 所以 让我们不能生信心的 还有一类人 把净徒赞叹到太离谱 不合法 不合法以至于人家起疑惑 起疑惑以后 人家就很容易提出之意 那火法不是这样谈的 你这样讲 你就说那是不可思议功德 你又讲到最后 那如果不可思议火 为什么还讲那么多道理 那就干脆一口气就不思议就好了 当然要能思议啊 从思议入不可思议啊 你样样跟我讲什么都不可思议 我怎么信 我们都不要 然后就这样信 我这个桌子 我搜上黄金你能不能信 信信信信信信到最后 你没钱绝对不会找这个桌子 一定会找别的地方要钱 为什么 骗人的 那你说这个桌子要不要是黄金 我扣给你看 你看 里面 亮晶晶的 黄的 黄金 将我信 眼见为平 所以我们在不断修学当中 一直在 把自己的疑 因为 自信信乐 男性之法 这部经讲的男性之法 所以 只要能信 而能自信 一定求生进度 这里面后面还有缘起的哦 这里面都不是靠感性哦 这里面有修行的原理哦 因为我信得过佛法的亲近 所以我断得了爱取有 这不是声文也如此吗 我信得过内盘即进 是我可得 所以我永断爱取有 是不是这样 本来都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修行一定要保持就是 我抉择完了以后 我知道 由此圣神净土 苏圣净土 在未来等着我 我不但不惶恐 而且充满欢喜的 一心求生进 是这样 所以 我们在弘扬净土的时候 所有的修行其实 当然有时候不容许我们讲得很广 但你本身要知道 其实它能顺向十二元旗 能顺向四圣地 顺向八正道 顺向 其觉知 就像 阿弥陀经里面讲 这个都还在唱 七菩提芬 八正道 对不对 他到处还是在讲三十七道品 哪有理台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以后 我们就这样讲 反而招仪棒 怀仪悔棒 我们要能把 净土的核心原理 讲到跟佛法三法印相通 这时候你能开展说 他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如此 气力气击 这时候人家信授 他的不共的 不可思议功德 原来也是建立在 怎么样 佛法的核心道理 而在这个核心 不违背核心道理的同时 竟然有如此妙方便 尤其娑婆 为什么 因为娑婆苦 这个我们后头会谈 因为苦固求乐 所以娑婆众生 得度因缘再苦 得度因缘再苦 当然不一定要每个人都苦 但我们有时候看东西 因为我们看不到苦 所以我们求乐之心 就恍惚了 你看苦苦 你会求世间乐 你看苦苦看坏苦 你会寻求一个 就像仙人这样 不要有世间 我们要寻求一个不苦不乐的世间 但还留着世间躁动无名的 辛苦 我如果能看到苦苦看到坏苦看到辛苦 我知道我叫彻底 永断诸苦 这叫无重苦 这假如是亲近 是要这样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今年一开始我们挑一些 片段我们就不足自这样解释 因为没时间 而且我认为 这样讲的太多了 你们要参考现在随便 按个电脑全部都有 讲的都比我好 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的姻缘 我印你们的机 讲一个你们现在能受用的为主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能受用 但因为 谁叫你们要身在 你们 晚睡 世尊的车开走 你们才来 你们跟我一样 那不能怪我 你碰到我 算你倒霉 对不对 其实应该碰世尊 你碰到我 好 那我们现在就尽可能 让大家了解 我们现在开始 以我的直觉 我认为应该怎么看 儿时佛告长老舍利佛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图 有世界名曰极乐 其土有活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有地方的 多远 十万亿佛图 远不远 很远 近不近 很近 因为纳仙比丘金里面谈 屈身必须 到天上 就这么一年间 我们现在是不是屈身必须 按个电脑就到美国 现在很容易解释 疫情很难解释 所以你看 我就有一次在机场看到很多人就拿电脑手机在看 这个好像到场数 我们那四十八院不到场数可以看十方 十方佛图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坐在机场 后继室 都在看世界各国 原来可以 只是他染污 十万亿佛图多远 就是一念跟一年前 没有因缘 十万亿佛图可以远 所以距离不是问题 心才是问题 那为什么这里强调一个 其实我特别强调一句话 现在 加上他是一个重乐极乐处 又是现在说法 有佛号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仗着什么 我不是要天上 因为我要的去一个现在说法 有佛号阿弥陀佛 正在说法 所以 我畏惧 但我又想修行 那我要到一个无众苦处 却能亲近三宝的地方 佛给比较稍微怯懦的众生 有这条路 异行道 合不合理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很精进有猛 我们金刚是比不上 有人讲说 你们应该这样 我说 我们这些人就是根气差 像你这种上等 上等根气我可以介绍 这个不错 像我就很敬仰印光大师 但我不敢靠近他 因为他脾气 不是他脾气好 因为他那么严肃 像我这个嘻嘻哈哈 他两三下 我天天就听他骂我 我也虐待他 他也虐待我 开玩笑啦 我也怕跟 惠世大师在一块 惠世大师内 个性都够强了 像我们这种 这种料子 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里 之前就出家 就打弹珠 打输 打到现在还在这里轮回 你们不要笑 你们都是上辈子没去的 对不起 要是有盛宴再来 有骂到你 对不起 但我看机会不大 因为去的还没回来 还没那么快回来 因为才没几天 我走了以极乐世界的时间来亮去 还没结束 你才在报到出签名而已 你再连花缸进去 还没出来 所以现在一般都不是政院来的 都是没去成的 对不对 很容易 我们这一群都没去成 这次一定要去成 现在说法 所以就是这一份心 在我这一生 因为我来不及碰到世尊 但我现在 以守护自己的道业 我有花广大的心要行菩萨道 我要寻求一个能让我身心安定 不让我在那些我不堪得起的烦恼的冲击下 坏我的善根 但我又耗耀 我有这一份心 但又没这份能耐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 现在说法的活 活过去 那在诸境当中 有人到东方 有人到西方 有人到很多地方 但我要强调 我最容易成就我的 因为西方进度 因缘很多 你也看我们可以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也可以 主在这个世间 我们能力越来越软 微弱 障碍越来越多 我不是讲吗 我最近常提到 我们小时候几十年 的时候 我们的 河水啊 都还很干净 我们的水果 都还可以 这样 我们现在近处处 连有机的 是不是真有机 都在怀疑 我记得刚开始在买 矿泉水的时候 我觉得哪谁买呀 哪有谁也在卖 现在都喝矿泉水 我们糟糕到印度 连矿泉水 他们还 导游还交代我们 矿泉水还要加 加热过 你看你多软弱 你看你多软弱 软弱到喝矿泉水还要加热 或者还会有拉肚子 一个时代变化了 佛法也变化了 曾经有居士跟我讲 当初他们到美国留学那时候 谈大圣佛法 你是不是理所当然 现在谈大圣好像有点 越来越怪了 当然不是全部 但竟然现在缓过来 才几时寒暑 佛法的衰败如此快 下次有机会 你就算过去曾 训习大圣佛法 今生碰到的经常是 毁谤大圣的 你有多少助到因缘 本来一念菩提心 能增长广大福德 现在就让你发小圣心 让你发仁天心 把你的广大福德 给你一点小善 剥夺你重大的善 你还高兴 是不是 但你不知道 障碍重的人就跟着这样走 所以 世尊灭后 遇见佛 不需待他日他死 只要你愿意往生 我过去 稍微 赖床 一擦 两千年 下次不干 记得 下次再擦你去撞墙好了 对不对 你现在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已经悟了两千年了 世尊出来你还不见了 等你出来他走了 现在还有一个法门 你也听到了 有一个正在说法的阿弥陀佛 你要不要亲近佛 因为那个阴言 现在开始 不就毁谤吗 我们现在是根基遗文 我现在帮你们打预防针 我们现在听法帮你们什么 排毒 我一路到现在也被排了很多毒 我也不知道我的哪些毒 反正就是排排排 要我多运动多流汗 因为我吃了很多西药 所以很多毒 要运动 我们叫毒 毒 毒就出来 那这个毒简单 贪嗔痴的毒不好排 那我们现在 必须要这样 把我们的信心 兼顾 因为现在我知道 未来越来越难 本来这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现在既然我讲个阿弥陀经 都必须要先什么 先防护起来 被决心过 对不对 因为 为什么我要讲 不讲不行 提早讲 打预防针 没有讲一出去 所听的似是而非 以你的证件 补好防备的时候 你看是继续念佛 你的信心都动了 所以我要讲说 不懂佛法的人 请 轻易一句戏论 一句戏论 让本来可以往生的人 因此不能往生 因为他有疑 不能一心 所以杀人 杀人一命 让人不能往生 等于杀他无数次 罪过大 坏人 菩提心 等于是坏他成果之因缘 坏他成果之因缘 坏很多众生 得利益之因缘 你的罪过多大 所以龙树菩萨 诸经诸论一直在 提醒不要坏 菩提心 而我现在我们讲的净土就是要守着你的菩提心 为什么 要往生净土的人 要记得 少善跟福德 所以我要你为了往生净土 以此勉强修行 善跟福德 你要往生净土 应该发菩提心 所以因为净土因缘 让你持续持守着菩提心 这样的法门你还不要 我还没办法 好 现在说法有什么差别 我刚才讲说你们业障现在只有碰到我这个不能放光了 还偷偷在想用霓虹灯的那种的 你想像 如果有活在 对我们的修行有多少帮助 我记得我很早很早 我出家没几年我就感受到活前活后的障碍 罢难 因为尤其现在更是难 因为那时候 刚入了佛门以后看到很多现象 内心疑惑 无处可解 虽有一份道心 却不知何去何从 那时候 看到佛前佛后的 难的时候 我感受特别深 好 还好我有幸听到这个法门 哪里有佛我就哪里去 所以什么都可以输 这一点不输 其他那个亏损都小亏损 也就是说 我 假如你买个乐透 必须开车 辛苦 那如果那一张一定中 所以下次你们买乐透跟他讲 他买哪一张你要是号码自己选 他说没有 买那一张会中的 你就跟他这样讲就好了 我要那一张会中的 他说那一张如果我知道我也不会卖给你 开玩笑 我就买那一张会中的 像我们现在 在很多地方我们很难抉择 诸多因言变化太快 所以如果有一个不要讲佛 一个我们信得过的善知识 对我们的安稳利又有多大 是不是 何况是佛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见到佛 执欲 执欲佛事 能见佛的意义多大 就像我们现在在上课同时有人在听 现场跟不现场都是我 而且是当即时转播 但你不觉得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现场的不一样 只有阴声没有影像的不一样 有阴声没阴声只有文字不一样 假如有影像还碰触得到 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 法师现前就能得 法师不现前的话要得好像 你讲说得好像好难 不是法师现前难 因为法师现前的因言具体有利 而好像有时候容易抽象模糊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我们现在的修学 以我们现在的人心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饮食受用开始改变 人心的变化 我不是讲说 就在我们 打佛期 都还有咖啡烤泡的同时 我们昨天不是讲说 就在此时 还有很多小孩子 一家人都还在吃草 还受到很多暴溺之徒 暴溺之徒的灵溺 一下死这些 一下死那些 有的人为了逃难 死掉 最近光看了 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那个 你设身处地 你现在连家都没有 你要带着你所能带走的东西 要去哪里 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还能不能去得了都不知道 他们正受这个苦 他们正受这个苦 你何等有福报 不但今生能安稳 来世能安稳 而且生生世世 可以永断沦违 你不如果这么一个想 你就很难安心 你如果继续这样想 你就知道未来修学环境会越来越难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这句话我最近一直 人生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此生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 我不是常会 写一些东西送那里 我就写说 体润无常苦空 这是我要到日本前写的 跟大家结缘的 佛法现在记得 体润无常苦空 自愿一生解脱 持守如来境界 精进定慧等修 散赴一切众生 胸怀全体活教 立正诸法实相 事成究竟活到 那当初的自我提醒 也跟勉励大家 但我这里面有讲到 自愿一生解脱 有的人讲说 这是声闻人 我说 菩萨声闻都如此 因为他知道苦 他知道度化众生的需要 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讲句话 此生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 既然讲这句话 就要依教奉行 所以我讲 自愿一生解脱 我没错 我今天如果往生其乐的时候 我从此永断生死 我从此才有能耐扛起我的菩萨道 我每次看到人家苦 我能干什么 我们的福报生的浅到怎么样 不然我现在每次看到人家那个生病那个样子 我现在都很容易感受 我都能感受 都处在那里的苦 是很 很难够 那如果他的苦 比我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真的很难过 你就有一份心想要拔他的苦 我们那种轻描淡写 不知人间几苦 我认为你的悲心生得来 我最怕修行人走到最后就走到这种空洞 用观想 有人跟我讲说 我说你这样一生修行 利益多少人 我们平常有在观想 你吃饭怎么不用观想就好了 你就讲你吃要吃实际的 为什么利益众生都用观想 你即便现在练习观想 但你的本怀是想真实利益 修事物量心是为了调整我的身心 增长我的悲心 但因为事物量心不能真正利益人 大圣的事物量心是可以 那修事物量心的观察到最后是转化为具体的菩萨行 如果我们都不能用实际的心 用一个空洞笼统的心 我觉得这样的修行真的是充满气口 你这一生我问一下 你旁边 所以我有时候当然自己的人比较好讲话 不然在外面我比较不会这样讲 可是现在里外都没有分了 我常跟学生讲 你觉得你能不能利益旁边的 不行 我们那边有大垃圾桶你去跳 但我这样讲有点太可恶了 但我觉得这样才有力道 你活着这一生你利益多少 你不能利益 那跟垃圾回收还不是利益 这样讲有点太呛 但我们讲说人至少有个利益 我们出家在家都要有如此 何况你是去花菩提心的 就务必要很真实真实的利益众生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现在说法 为什么 所以我依着这一点 哪里有佛哪里去 我们先不要 不要把 净土先把问题讲得太 个别化 我们就先抓回 修行人的最根本法心 我如何守护菩提心 我藏水活血 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人 普学十大院也在念 说到净土他又不高兴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但我这样讲其实有点 越来越 但我觉得不这么讲 我其实 我容易 忧郁着 开玩笑 为什么老是 一点 前后 实际做的 跟你讲的 跟你做的 为什么都一直脱节 火是何等智慧理性觉悟 为什么我们的修行都是越来越自我气狂 不是 所以 应该 实际一点 我既然讲藏水活血 我就真的藏水活血 对不对 我礼敬诸佛 我称探如来 我勤转法轮 就勤转法轮 我普接回向就普接回向阿怪你念假的 是不是 好 就像我今天中午 中午因为刚好没没办法 像昨天过堂的时候 我自己在念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今天供养就是供养 我供养虽然是我观想 但我真的希望我这一份回向供养的心 就有众生得利益 你应该把这个心放进去 不要念假的 我今天愿意普接供养 等师无差别 就是等师无差别 里外 文词 心念一致 要这样 活着的话又成奇广 好我们接着来看 舍利国 彼徒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福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 无有众福 好这就是文章了 哪有那么好 有 我现在 这样的世间有没有 有 连 连什么 连阿含经都有 所以有人这个是 这幻想世界 没有 阿含经都有这样的世界 但还不是国土喔 我先岔开来念一下 这个让大家 欣赏欣赏 这一段话 因为 讲到我这个 不要硬邦邦了 你们听懂这个要紧 信僧文但不信净土的人 长阿含里面有讲 虚迷山王有七宝街道 旗下街道 广六十邮巡 夹道两边有七重宝墙 七重南巡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金墙云门 银墙金门 水金墙流离门 流离墙 水金门 你看多美喔 对不起 虚迷山王而已 阿含说的 那所以说我才讲 希望净土的境界 待会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谈 那只是方便 他绝对胜过 阿弥陀经所说 为什么 他只能描述那一个你能接受能感 能比量的 你能比量我说给你听他绝对不如此 不止如此 所以你看这里面描述的很多东西都 阿弥陀经有的 长阿含经就有 所以有的人讲说那个是幻想的 那是太阳神 阿含经是太阳神 他这样的世界 虚迷山王就有 大智顿也谈 所以对那个 信大圣但不信净土的 我就举这一部经 顿 他说 虚菩提 撒陀波伦菩萨 如是仇念时 空中有佛 与撒陀波伦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过去诸佛行菩萨道时 求波日波罗蜜 亦如如今日 也是这样 善男子 如以 勤精进 勤精进 爱要法固 从事多东行 去词五百游行 有成民众乡 骑成七重 七宝庄严 台关南隼 皆以七宝教士 七宝之战 七宝杭处 舟渣七重 骑成众广舍游行 风热安静 请人民赐胜五百事里 相皆相相当 端言如话 难不难 早就都有 你以为这叫书生吗 是你可怜 天很多地方就有 所以极乐世界绝对不止如此 好 无有重苦 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 什么叫重苦 我们以 重苦啊 我们后头不是讲 五着恶事 所以这个重苦 因为我们现在是由梭婆 往生进土 所以的极乐 跟重苦 两个是两端的 极跟 无重苦 都是极 无 无 无就是 极 没有了 极字 所以极对无 一样 苦对乐 相对 一个是极乐 一个是无重苦 所以 重苦之世间 相对于极乐的世间 所以此世间 因众生处在苦处 所以 才跟你讲 要往生 理由在哪里 当然这一部经我们没有讲 但这个理由在那个 《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又提到了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他揭示了这个道理 为什么活 他就在娑婆修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在娑婆修有娑婆修的因缘 有的人被苦 障碍了 不能修行 所以你看 使尾提西 被忧避 愁忧憔悴 遥向 舍绝山 为佛作礼 而作誓言 这说因为他被他儿子关起来 他死亡 所以他很哀伤 我为什么被我儿子关闭起来 而我儿子是杀父亲的 你换做你 你怎么想 就到了 这个影像是根本感不了 好没关系 我们大爷讲一下 透一点点时间 你们念我一天的稍微休息一下 好 他说如来世尊在喜之时 横遣阿难来慰问我 佛陀在的时候 你常叫阿难来慰问我 你看菩萨道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不是攀缘 但有时候需要安慰 不请之有 我今 我今仇佑 世尊威众 无有得见 因为世尊威德 我不敢随便见 即便是皇后 那么贵众 无有得见 宴前慕年 尊者阿难 与我相见 能不能来跟我安慰 作事与余啊 作事与余啊 悲气与泪啊 遥向火 遥向火里啊 点点点 用病耶 跳背 颜布袋戏 这样插插插插 就中间那一段不见 时尾提西 见火世尊 智觉阴落 把那个身上的阴落 因为他 那个 举身投地 豪气向火 白曰 白眼 世尊 我恕何罪啊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罪 深持恶职 为什么有这个恶职 世尊 互有何等因缘 以提伯达多 共为见属 我有这个恶职 你有一个 提伯达多 哎呀 同是天癌 淪落人 就是这样 共为见属 我宴世尊为我广说 无忧恼处 我当往生 我不要在这里 我不堪啊 太苦了 你也可以在这里用功修行 但不堪的人 起困扰 断会命 我当往生 不乐言胡 酌恶事也 此酌恶处 地义恶鬼 畜生云满 多不善聚 愿我未来 不闻恶生 不见恶人 金相世尊 无体投地 求哀 忏悔 唯愿 活日 教我 关于 清静业处 因此说出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苦啊 所以 为什么 韦提西夫人 当下能有所体振 苦啊 第一个 原因能体振 他信得过世尊 然后他 又苦 又信得过世尊 两种因缘 其实还有其他善法 第一个他信得过世尊 所指涉的极乐世界 他信得过 家乡众苦一心归命极乐 当下体振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明天继续 稍后 看一看 帝 什么 谢谢观看